《愛》 我認為愛只是一個瞬間的感覺 它其實是一個不持久 我認為比高潮還不持久 你知道嗎 你在40幾歲的女生的時候 怎麼樣你也來到了所謂的節字輩 那你的身分有點像媽祖 沒有人在問林墨娘為什麼單身 那種感覺上好像就有辱聖結啊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當你已經成為所謂的長輩的時候 你不要輕易地在那邊跟晚輩提起說 我最近很喜歡一個男生 我告訴你晚輩喔 會立刻鴨雀無聲 因為他不知道要怎麼樣跟長輩詢問說 那你跟這個男生還好嗎 進展到哪 怎麼認識 就是你會讓晚輩突然會覺得去問林墨娘 約會的情況有點失靈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當你已經來到德高望重的時候 你就找跟你平輩的人談你的感情就好 我最近沒有相親 但是我自己希望我自己在這一方面積極一點 因為我自己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都把工作啊擺在 還有我的家人擺在很前面 然後我會把感情這件事情 都把它的順序都排在很後面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應該要花一點心思啦 我常跟我的屬下說 你一定要現在戀愛多積極一點 因為不然你就要有一個心態 你不一定會當白雪公主 但你一定會當後母 因為你已經年紀大的時候 那對方可能就是已經是離過婚 或者是老婆怎麼樣 所以要帶小孩 那你到底能不能接受你當後母這個角色 如果你不能接受 那你現在就趕快聯誼 那如果假設你不努力地聯誼 那我當時還會讓我的記者看一下 就是目前在跟我聯誼的男生的照片 我就說 你現在嫌疑那些男生不好嗎 我那些看到那些三十幾歲的男生 我覺得每一個都好帥喔 而且他們都有頭髮都沒有肚子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這邊 然後他們看不完之後 他們當天就會很認真去約會了 你知道我真的很認真地在輔導他們 所以我自己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在嫌人家怎麼樣的時候 別人其實也覺得 我們其實也沒有那麼迷眼了 對 那我自己會覺得 你要挑剔別人之前 你也要顧好你自己 我爸媽的重男情侶 讓我最感受的最大的一次 一定就是我爸爸在我國小五年級的時候 他跟我說就是不讓我念國中 那當時會覺得很神奇 是因為我覺得我書也沒有念得很差 所以後來我就離家出走 那這個傷痕其實很大 就是我是因為最近跑新書宣傳 已經是提過這件事情提到太多 對之前其實我只要每次一講到就會哭 因為有一點點有一點點 你知道曾經還有人問我說 你是不是這樣是做效果 就是你是不是那個人 那個東西是你一個傷痕 所以你只要一提到你會 好像會很捨不得當時的自己 那對我而言就是說 對我而言我這一次再去提到的時候 我已經會覺得 我爸爸其實已經善盡一個 他自己當父親的責任 外加是說 當我家經濟好轉的時候 其實他是讓我可以過好的日子的 我那時候念四星的時候還有飛機嘛 所以高雄跟台北的時候 我是可以坐飛機的 然後我可以住獨立的套房 所以我爸爸他不是不想要 好好對你這個孩子 而是當時他真的沒辦法 好好給三個孩子都很好的資源 所以他做了一點取捨 那你過意不去的地方是 你是那個被稍微捨掉的人 我後來發現人世間的一件事情 所謂的愛跟不愛 並不是因為你優秀了他就愛你 你把恩情當作愛了 恩情不是愛 愛是沒有為什麼的 你要區分一件事情 引以為傲跟罪愛是兩件事 但我可以接受 因為你自己不是他們的罪愛 所以你有最大的自由 所以我是從小就很敢跟我爸媽頂嘴跟說不 因為我如果沒有跟我爸媽吵 就變成我拿不到資源 那我哥哥他們都是一直長期都是拿到比較多資源的 所以他們很難去跟我爸媽說不 那你現在何時你跟父母關係開始破別 一直都是OK的啊 一直都是OK 一直都是OK 有一些那種時刻你過不去 應該是說一直 應該是說一直 所謂的關係並不是所謂的冰點跟熱度 就是不是零跟一百 我跟我爸媽之戀的關係一直都是OK 只是我知道我這個商一直在 漂亮跟帥 你要認為它是一個專業 你看領養貓 普通的野貓又沒有人要養 名的貓有名的貓 名犬名貓 一堆排隊抽籤啊 外貓當然 外貓當然是一個競爭力啊 但是我覺得長官特別喜歡哪個屬下 一定有原因 我並不是一個從小就在寫作的人 我是一個意外出了書的人 那我覺得既然都已經出書了 我其實我在做任何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都想要做到極致 但我對我自己的要求就是 你在出版的第一天一定要是第一名 我認為我說過一句話 就是在排行榜上面雖然有100個名次 但其實只有兩個 就是第一名跟其他 我要當第一名不要當其他 我每次跑宣傳真的是 像在拼網生一樣的在跑 我如果一年就每次就來一次 這種網生式的跑宣傳 我覺得我很快就會進領古堂 我覺得兩年一次剛好 就是出來尋 就是有沒有 就是初尋然後 繞進回軟那樣子 兩年一次就好 年年的話 我覺得本工沒有辦法 我這一本書的時候就是 我認為他是一個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的人 他是怎麼樣去看待人生這件事 怎麼樣去看待你生命當中的 起承轉合跟起落 那也告訴你說 你人生一定會跌倒 那跌倒沒有關係 被之前沒有關係 失戀沒有關係 但是你在跌倒的時候 透過閱讀這本書 怎麼樣讓你摔起來比較不痛 那你覺得你這本書會比前兩本 暢銷的原因是 運氣好 運氣好 蛤 你沒有跟我上銷書 一二三我怎麼寫 然後會暢銷 我跟你講 我以為你有一些研究也 你應該會有才對啊 完全沒有 寫作技巧可以教 暢銷作家難栽培 如果暢銷它是有一個法門 今天就不會有這麼多 自銷作家 暢銷沒有法門 這只是打動當時讀者的心靈這樣 老天賞飯吃 老天賞飯吃 你這說就很宿命了 我真的覺得是 你可以 我很多作家他不暢銷 但他也很努力 他也很認真在一起 但他文筆也比黃大米好 如果暢銷有公式 今天出版社每一個都發大財了 是啊 出版社人最懂的 沒有 暢銷沒有原因 滯銷也沒有原因 那都事後諸葛 我心中沒有讀者 我只是寫下 我當時在那個年紀最想寫的東西 你買不買單那是你的事 但我至少我要寫得爽 我覺得此生無憾無悔 而且我每一刻都在感謝天地 而且我覺得我遺物上面 很有偏財運 然後我一直覺得是因為 我每次 我有布施做慈善 而且我覺得神就是一直用 更大的金錢 我自己覺得啦 他給你更多錢 去看你會不會不守信用 把它全部放在口袋 我覺得老天賞 他不是不給你好運 而是他一直想要尋找一個誠信的人 然後幫助他去照顧苦難的人 那如果你是一個這麼守信用 他就願意把他的力量給你 讓你幫他去照顧苦難的人 那個錢不是要來給你的 我很會找遊民 我從以前我當記者的時候 因為我當記者的時候 常常會收到很多禮品 那我都會覺得當記者的時候 這些禮品不是給我的 他是給社會大眾 因為社會大眾看我的新聞 所以我才會得到這些禮品 那我以前在南京東路 那邊有一些遊民 我就是會固定給他 對 有遊民 而且我以前還會訂便當給他們吃 我覺得透過幫助他們 其實我內心很快樂 他們也會表達他們的感謝 他們可能會寫紙條 他知道你晚上會來 在他睡覺的時候放東西 他會在他腳踏車上面綁紙條 我那時候第一次開車的時候 是因為在疫情期間 然後當時我每天都會去找 有趣的笑話來給粉絲 因為我覺得疫情期間 那時候五月份的時候 大家真的很辛苦都在家 所以我的出發點是希望 可以讓大家在家的時候 悶的時候可以看我的粉絲開心一點 甚至有粉絲的小孩 每天都問他媽媽說 大米今天說了什麼笑話 那我覺得 我希望能夠有這樣子去撫慰人心 那只是說有一天 有一個粉絲就留言就是 因為我有家人吃素 那有一個粉絲好像就是開玩笑 會問說那請問素蘭椒是素的嗎 那我就會覺得 因為他用素食的素嘛 那我就想說 素蘭椒到底是不是素的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因為他寫的方式我覺得很好笑 我就把它拿上來討論 結果就寫粉絲精彩留言 請問大家素蘭椒到底是不是素的 然後之後下面的人就會寫說 如果今天你素蘭椒的時候有吞進去 那就是混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含著 那因為你沒有吞任何東西進去 所以他是素蘭 所以下面就會有一大排 很認真的在討論素蘭椒這件事 其實我早就分析過一件事情 那我會唯一拉下神壇的 不是我這些嘴炮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去勾搭別人的先生 我去破壞別人的家庭 那一定會走下神壇 那我其他的部分不太會 所以既然我其他的部分不太會 那我就先說 我說我可能會去約炮 我可能會去找南公關 我會覺得我單身 我花錢花得起 我們之間如果只是一個約炮關係 或是一個金錢交易 我哪裡不對 所以然後我的粉絲下面就留言說 拜託你去約炮或是找南公關的時候 你要對得起粉絲你要開直播 我說我一定開直播給你們看 而且我一定會做現場反彈 我相信世界上有瞬間的真愛 但沒有永恆的真愛 但我覺得世界上有 彼此願意一直互相扶持的人 但我認為愛只是一個瞬間的感覺 它其實是一個不持久 我認為比高潮還不持久 我一定是有趣的 但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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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